在警察局长王清源敲锣下 活动正式开跑 由台东县警察局举办的幸福台东 铁马五六行活动 是串联台东大五成功 关山四分局 五十六处分柱派出所 逐一编号构成单车环游元气补给网络 并制作护照本 以一景点一搓张 提供参加人员集搓 作为回忆以及收藏 参加我们这次的幸福台东铁马五六行 这个第一天的开始 我跟各位我们的单车协会的所有的朋友 告诉各位 今天早上凌晨 已经有人在拦驴 他们逆向操作 已经在栏里展开 他们的这个礼岛之旅 已经展开 今天下午在礼岛 上午在栏里 所以说已经热烈展开的活动 那我想在这里非常感谢 我们苹果单车协会 响应这个活动 见证了我们这些铁马驿站的首席的设备 那也欢迎我们所有的爱好 这些单车的朋友们 能够利用我们暑假这段期间 来参加我们这个幸福台东铁马五六行的活动 我们今天的行程 陆续展开之后 会带动我们所有的爱好 包括其他县市的 能够利用这段期间 我们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好好来欣赏 我们台东地区的好山好水 好空气之外 我们每一个铁马驿站 都非常热烈 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急凑 我们台东地区 在PM2.5 这个优质的一个空气品质 我们大家每个都非常的快活 那我想也是响应我们县长的 幸福台东 以及台东的一个目标 谢谢大家 祝大家一路平安 谢谢 警察局在横拙不影响 而且不增加远景的勤务之下 特别规划以派出所为点的方式 邀请全国民众骑自行车 拜访本县56个派出所 借此让民众深度进入台东各个角落 期待大家在漫步途中 认识台东之美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的采访报道